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本周一德克萨斯州议会投票前夕 超过50名民主党籍议员 在周一选择集体出走 杯葛选举法改革 他们前往华盛顿 希望游说国会干预投票权相关法案 而共和党人则批评此举是抛弃选民 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计票 产生了争议之后呢 这个选举法改革是再一次成为了 各方热议的话题 文浩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德州的民主党议员们的行动 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 文浩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情况 我们专门来到了这个华盛顿 是为了阻止这个德克萨斯州的 共和党的推动一项 通过一项他们反对的议案 那么反对的原因呢 是他们认为说这项议案是 民主党认为他们认为这个议案 是限制了德州民众的投票权 那么在今天上午呢 他们是一起到了这个 华盛顿国会山的大楼台阶上 召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是对全国的媒体表达这种担忧 那么在发布会的结尾 他们还一起唱起了这个 民权时代著名的歌曲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终将胜利 那么这次大费州上来到华盛顿 是因为他们在德州立法会 是没有足够的票数 阻挡共和党的这份议案的通过 那所以他们必须采取其他的方式 因为按照这个德州的法律呢 州议会的两院都会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出席 才能开始投票的工作 那比如在这个众议院里有150个席位 那么如果说50人以上同时缺席 那么就无法投票 也就无法通过任何议案 那于是在周一的时候呢 51名众议院的民主党人 就是搭乘包机离开了德州 也就是造成了众议院达不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个要求 也就导致了德州的所有的立法工作 都进入了停滞状态 那虽然说他们是暂时阻挡了议案的通过呢 但是说但是德州政府是可以要求他们回来继续工作的 并且是有权动用执法部门强迫他们回来 那么事实上德州的议会已经在周二 也就是今天呢通过的决议 是允许德州的警察追踪这些民主党人 并且要逮捕他们 那不过这些民主党人现在是人在华盛顿 那这不是德州警察的管辖范围 所以说警察暂时没有这个 所以这些民主党暂时没有这个被逮捕的可能性 不过德州的州长呢 共和党的格雷克阿伯特是表示说呢 一旦这些议员回到德州就会面临逮捕 那不过这50多名民主党人是表示 他们会一直留在华盛顿 直到8月6日德州的立法会休会 那么这次导致出现了这么大动作的议案 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样议案是在这个德州参众两院各有一个版本 那大致的要点是一样的 就是共和党希望是要求对邮寄选票 加上新的出示证件的要求 禁止一些提前投票 禁止投票占24小时都对选民开放 也禁止选举官员主动投放邮寄选票的申请表 那虽然说2020年的大选呢 包括德州在内的各个州 都没有出现大规模舞弊的现象 但是德州的共和党人士坚称说 这部议案可以更好地保障选举安全 那民主党是认为那这部议案的初衷 是建立在这个虚假信息之上的 而且会降低选民的投票率 给一些边缘群体的投票的人造成难度 比如说有色人种和这个残疾人 是文浩就像你说的这个 针对选举法产生的这些争议啊 其实也不只是德州一个州的问题 那么今年呢很多的这个共和党占优势的这个州呢 比如说像佛罗里达州 佐治亚 亚利桑那 还有爱奥瓦州都是已经进行了选举法的改革 那么就比如说对无理由缺席投票 邮寄投票 包括邮票箱的位置 做出了更多的限制 那么比如说佛罗里达州还规定说 像排队投票的选民提供食物或者水 是属于非法的行为 那么另外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州 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德克萨斯州呢 也是正在试图来推动类似的措施 尤其是在2020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之后啊 特朗普前总统是提出选举舞弊的质疑 那么之后呢共和党人士提出了数百条的法案 想要促成选举法改革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州呢 也都是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的一个 一些重要的战场州 那么这一场选举呢将会决定 由哪一个党掌控国会的控制权 那么德州的议员呢 现在也是在敦促在这个华盛顿啊 在敦促拜登总统 还有国会的民主党人来采取行动 避免该州选举 选举法进行这个立法改革 对 这些德州议员呢 刚才下午的时候 已经在这个白宫里面 见过了哈里斯副总统了 那么这个白宫的副发言人 这卡林呢 在这空军一号上面也说呢 拜登总统回到白宫之后呢 也会择时间来跟这些德州的议员来见面 那拜登总统今天他出访 就是前往这个费城的这个宪法厅 在那里发表演说 来说呢 他的政府一定要来保障 他所说的神圣 并且合乎宪法的投票权 那么在这个 他今天的演讲当中就分为两大主軸 一个就是说 美国宪法保障的神圣权利 第二个呢 他说全世界都在看美国要怎么做 他说呢 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国家 要如何保障自己民众的投票权 这也是民主与极权的对比 美国必须要证明自己 跟那些会来限 就是你的国民当中有写着 民主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 但是其实是限制人民 投票权的这些极权国家呢 一定要证明美国 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那拜登也表示呢 有很多的议题 的确是很有复杂性的 但是在投票权这方面呢 在像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当中 是不复杂的 是简单明了的 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 今天演说当中 是怎么说的 但是一些东西在美国 应该是简单的 简单的 简单的 可能最重要的 这些东西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这些东西 是 的 对 他 是 有17個州已經實施 他說是實施而不是只有立法而已 實施了28個法案 那麼還有其他的這個州也是在跟進 要來引領這樣子的法案 包括剛才我們提到這個有議員出走的德州 那班農總統說呢 這些法案都是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 來立法跟實施的 也就是2020年大選是有舞弊現象 不過他說呢 第一個你這樣的想法 對於在這個疫情期間 還跑出來努力投票的民眾是不公平的 第二個呢各州也已經經過了不斷的審計 Audit還有重新計票 他跟提到佐治亞州就已經這個重新計票三次 那麼同時還有許多的法律官司 甚至有兩岸是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那麼這些的法官 許多也是特朗普總統自己親自任命的法官呢 這些法官也都把這些案件給破 這個駁回或者是判敗訴 所以呢這是證明了2020年是最安全的選舉 那麼根本就不是一個不成立的一個假設 來成立這樣的法案 拜登也說呢這些的法案就是 21世紀的這個吉姆克勞法 他也提到了當年的非洲裔美國人 在爭取投票權跟打破種族隔離的時候呢 就促成了3K黨的崛起 在50年代跟60年代對非洲裔美國人 少數民族有很多的 少數族裔呢會有很多的攻擊 而這樣的心態跟行為到今天都還存在著 他也說呢現在實施的這28個法律 不只針對少數族裔也讓你收入比較低的人 住在偏鄉的人跟會有年紀比較大的人 更難以投票來更難以實施他們的民主權利 所以呢拜登就呼籲民這個共和黨人要挺身而出 為維護美國的憲法 為維護美國民眾的投票權力來挺身而出 也敦促國會儘快通過兩個法案 就是這個為人民法案以及這個約翰路易斯投票權法案 他說呢這兩個法案就要通過了送到白宮來 他會很高興地簽署展現給全世界看 美國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是要一旦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在國會民眾黨 才推動了兩個法案一個是民想法案 還有一個是這個約翰路易斯投票權力促進法案 目前都是在參議院遇到了這個共和黨議員的阻力 那麼我們知道在眾議院呢可以是以這個超過半數的多數獲得通過 但是在參議院呢你必須要獲得這個五分之三的多數就是60票 但是現在呢參議院的美國的參議院呢 由這個民主共和兩黨是各自執掌50席 所以現在民主黨呢是非常難以得到這個60席的一個優勢 並且在6月份呢這個法案已經是被這個共和黨是阻止進入這個進入立法的議程 那麼民主黨呢也沒有強行的推進這些投票的程序 那這也是為了避免我們之前說到聽說的這個拖延戰術啊 那麼目前呢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雖然是這個德州的民主黨議員在進行反對 但是國會的共和黨人並沒有要改變改變立場的這樣一個想法 所以呢最終這些法案獲得通過的前景呢仍然是並不樂觀 那麼今天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的討論就到這裡結束了